德国著名深学家哲学家彭霍费尔认为 无知就是一种罪 但是我们的谚语是无知者无罪 意思是当一个人没有主观恶意的时候 虽然事情的结果不好 但是他不用承担责任 因为他并没有主观的恶意 但是彭霍费尔从哲学的角度认为 无知是一种思维的惰性 因为思维的惰性才导致了罪恶的发生 所以无知和罪恶是同谋 他有罪 当然彭霍费尔并不是指那些有先天的智商缺陷 而无法形成正常认知的人 先天智商缺陷属于生理问题 生理问题无论如何也不能被道德审判 彭霍费尔这里指的无知 指的是因为思维的惰性而放弃思考 放弃学习能力 这种能力是个人可以主观选择的 彭霍费尔认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无知是养成的而不是天生的 因为我们每个人生来都是无知的 这是一种动物属性 而人类需要通过艰难好凡的理性训练和认知学习 去克服这种动物属性 只有这样 我们才可以具备一定的思维能力 而那些无知者是主动放弃了这种思维能力 他们主动轮为罪恶的同谋 彭霍费尔对自由意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求他把人的理性能力自律精神作为一种主观选择 他打碎了那些沉醉与思维惰性的人的借口 我无知所以我无罪 他赋予了自由意志更高的主观选择性 彭霍费尔认为 一个无知的蠢货不但会主动放弃思考 而且会放任自己被别人洗成蠢货 因为他们的思想太懒惰 丧失了反抗能力 别人告诉他们什么 他们脑海中就形成什么观念 就像你今天吃了金针菇 明天就是See you tomorrow 他们没有对这种观点进行思考和反思的能力 这让他们面对邪恶的洗礼时 就丧失了反抗的能力 甚至主动配合 最终让自己成为了一个蠢货